弟兄姐妹们再次的平安 非常感恩终于可以回到这里 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神的信息 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讲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我们已经读到这个十一章了 信心的另外一个系列 那今天我会来谈信是心满意足 就是在最近台湾的一个宣教师 他是美国人 那他在很早很早 他在1994年到98年期间 他就收了神的呼召 彭蒙慧老师 他收了神的呼召 他要去到中国做宣教士 但因为那个时候他遇到国共内战 所以他在里面呢 并没有待很久 大概待四年的时间 他就必须要从中国撤退到了香港 最后选了一个可以自由宣教的国家 就是台湾 他就落脚 但是他一落脚在台湾呢 他其实就没有再回过美国了 他就如果你是从台湾来 你就知道他开始了很多事工 好像你知道天韵吗 天韵很好的师哥是他开始的 那他有参与 那再来就是呢 一个是空中英语教师 如果你有考过托福 可能都上过他的课 他的英文课呢 非常生活化 那他就带领了这个事工 祝福了很多台湾的学生们 能够讲一个好的英文 但是非常遗憾 但是也是感恩的是 他就是在最近 刚过完他的98岁生日的隔天 他就会添加了 因为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谈这个 因为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在讲说 人临终之前所说的话 那他的生命呢 其实他单身没有结婚 一路以来他是奉献给神 奉献给台湾的这一块土地的人 那这边是他说的一个话 我觉得挺 大家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跟随上帝带领我走的路 看起来我舍弃很多 可是我得到的 却是超过我所能想象的 我这一生不后悔 当然我们现在都还活着 不会想到说 如果我已经躺在病床上 隔天就要走了 那你会想出什么话呢 我不知道你们 可能会不会想说 我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没做 财产还没分完 孩子呢 我还有想要为他做一件事 可是我还做不到 你是会带着遗憾 来面对你要离开这个世界 还是你在离开世界的时候 你能够有把握说 我这一生我不后悔 我已经满足了 因为今天接下来要在我们 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 二十到二十二节 要来提的就是 这亚伯拉罕一家四代人的信心 那他们呢 这四代人嘛 就是从亚伯拉罕 以撒到雅各到约瑟 他们在临终之前 对他们孩子所说的一些话 那我们从这些话语里面呢 就看到这一些家族领袖 他们的信心 还有他们在主里的心满意足 好 让我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祈求神 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 带领我们进到你的话语里面 进到亚伯拉罕的家人里面 让我们看见 这样一代 接着一代的信心 他们所把握的应许 是从神你而来 而这样的应许 使他们心满意足 听我们这样 同心合一的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开始之前呢 会有一个读经 是不是 没电 麻烦弟兄 帮我一下 对 还是没电 OK 好 我们今天要来读的经文 是希伯来书 11章13节 解经的内容是 11章20到22节 如果你有圣经 你要对照着看 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今天会讲 很多创世纪的故事 所以会有一些故事内容 如果很快的话 你们有圣经 你也可以对照着看 我们一起来读123起 这些人 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 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今天早晨呢 我就有机会呢 下一页 有机会参加到这个 招养小组的聚会 你知道我们这些 长辈们多么可爱吗 在想着这个深厚事 到底呢 要走之前呢 要不要管 管家里的事 还是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我就放开心 去享受我的人生 这样子 所以这个人 到年纪到的时候 你会开始有不同的想法 你追求的东西 也不再一样 今天我们先来谈谈 这个亚伯拉罕 他们的家里人 所以你会看到 虽然有一些字 突然消失了 但是呢 第一个红色的这个呢 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他是 我们知道他在圣经里面 我们就说他是信心之父 他也是以色列人的祖宗 所以亚伯拉罕他活了175年 再来呢 他就是把祝福给了他的孩子 以撒 以撒呢 他没有很多个孩子 他就是一个雅各 然后 他有两个 对不起 雅各跟以扫 他有两个孩子 那雅各 我们他就是 他活了147岁 再来他就有了约瑟 他有了12个孩子 所以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 在这个 给大家一个overview 所以我们等一下 一个一个人民讲下来的时候 你要知道 其实我们今天是在讲家里人的故事 他们是息息相关的 然后他们所传讲的呢 也是有关系的 所祝福他们孩子也是有关系的 下一页 OK 希伯来书11章20到20节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解的 所以我们首先会来讲 以撒因着信 就指责将来的事 给雅各 还有以扫祝福 他给的祝福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人很有趣 他们要走之前 都知道自己要走了 还挺好的 没意外的 都预备的好的 所以我觉得在 属灵上成熟的人 其实都有这个看见 当你的身体成熟 你准备好了 觉得 我该要回到天家去了 他们自己都知道 还知道 就是说 在回天家之前 要把后事交代完 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是怎么样 祝福他的孩子的呢 让我们来看下一页 你知道以撒的名字呢 是偷笑的意思 因为你知道 神他应许给亚伯拉罕 还有撒拉有孩子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 撒拉不相信嘛 所以他把自己的使女下甲 给了他的先生 做一个妾 然后才有孩子 但是呢 那个妾的确也生了一个男孩 但是那不是神所应许的 所以当他的名字 以撒的名字由来 就是撒拉偷笑 他偷笑 我这么老了 怎么会有孩子 所以那是他的名字的由来 然后他就 当他祝福雅各的时候 他是怎么祝福雅各的呢 他 因为你知道 在以撒有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 从在肚子里面 就是相争的 OK 他们互相竞争 所以 他们这个名分呢 其实 雅各是小儿子的 他还有大儿子以撒 所以我们待会呢 讲一下以撒 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 他这个名分 这个福气 就这样白白的 竟然给了弟弟拿走呢 但是这是 以撒 以撒要走之前 雅各呢 就是已经 被妈妈 立百家 精心的计划 让他可以 接受这个名分 那他给他的祝福 是这样子 他就上前 与父亲亲嘴 他父亲 有 他父亲 有一文 他衣服上的香气 就给他祝福说 我儿的香气 如同耶和华赐福 知田地的香气一样 愿神赐给你 天上的甘露 地上的匪土 并许多五谷新酒 愿多名 侍奉你 多国 跪拜你 愿你做你 弟兄的主 你母亲的儿子 向你跪拜 凡诅咒你的 愿他受诅咒 祝福你的 愿他蒙福 这样子的一个祝福 其实不是单单 从以撒来的 如果我们看到 创世纪 创世纪的 第七十章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祝福 是神 他已经 祝福给雅各 在 他先祝福了亚伯拉罕 不好意思 那个人名 有点多 所以他 其实这个是 亚伯拉罕 首先领受 但是 雅各其实也有领受到的 为 凡诅咒你的 必 必受诅咒 这个是给亚伯拉罕 但是我要 回去翻一下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创世纪的 二十八章 在十二节这边 雅各有一个 很特别经历神的经验 就是当他要 他跟他的哥哥 相争名分 他拿到了 哥哥的名分之后 他就必须要逃亡了 因为他的哥哥不开心 在这个逃亡的过程当中 他就是要 离开了别世巴 到了哈兰那边去 去到那里的时候 他是睡了 所以他睡了之后 耶和华 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三节 耶和华就站在梯子椅上 说 我是耶和华 你亚伯拉罕的神 也是以撒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 所谈卧之地 赐给你 和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 必像地上的 沉沙那样多 必像东西南北开展 地上万足 并因你 和你的后裔得福 我也与你同在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 领你归回这地 总不离弃你 直到我完全了 向你所 向你所应许的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是神他所应许的 谢谢你 他所应许 雅各他就是会有 这样子的一个祝福 那再来 我们可以看到在 OK 我找到了 创世纪十二章三节 其实耶和华对亚伯兰 有同样的祝福 就是祝福他的子孙 如成沙的那样多 所以我们看着知道 他们一代接着一代 其实传的是同样一个应许 而且这应许是一代接着一代 不是突然雅各说 我想要所以我抓住 但是我觉得雅各的名字 也挺有趣的 不是 伊嫂 伊嫂的是 雅各 雅各的是抓住 所以他也不是说 他这个抓住呢 不是说单纯的 我就是想要 我就是去抓 而是其实神已经给了 他懂的把握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弟兄姐妹可以 从雅各身上学的 其实神的应许都在 但是我们有没有把握住 而且这个把握住的应许呢 其实不单单是关乎我们 还关乎我们的子子孙孙 我们再继续 接下来看 伊嫂给伊嫂 就是他的大儿子的祝福 在这里呢 在创世纪27章 27到29节 他就讲到 伊嫂对他的父亲说 因为那时候他失去了 他的名分 长子的名分 那他失去 长子的名分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身体的欲望 多过他的理智 这是我们用客观的看法 因为他是一个 生下来就是全身红皮肤 浑身有毛的一个孩子 所以也就表示了 他这个人个人的欲望 是比较强的 那他为了肚子饿 想填饱肚子 就把他的名分呢 因为了一碗红豆汤 卖给了他的弟弟 弟弟给了他一碗汤 让他肚子不饿 然后他自己呢 却也愿意 把他长子的名分 卖给了雅各 那其实他看清了 这个长子的名分 他后来是后悔了 但当时呢 他的欲望 太过强烈 他忘记了 原来他 他交换的是什么 他都没有去想 身体的肚子是一件事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为什么他的妈妈 立百家 没有那么喜欢以少 因为他娶了 外邦人的女 外邦人的 人做太太 女性做太太 那这表示了一件事 不是说外国人 我们不能娶 而是因为这些外邦人 他们敬拜不同的神 所以就不讨妈妈的喜悦 也把一些外族的习惯 就带进了他们的家里 弄得家里的气氛就不好 所以以少呢 他就是在结婚的决定上 在他自己私人的欲望上 都不够格 其实也真的是不够格 到做一个长子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虽然是以少把这个祝福 给了雅各 但实际上背后 有神的拣选 神早就已经拣选了雅各 要让他成为多国之父 后面我们也会看到 神为他改名 所以接下来 这是以少给以少的祝福 以少对他父亲说 父啊 你只有一样可祝福的吗 因为他失去了长子的祝福 所以他就求他爸爸 你再给我一个祝福 我父啊 求你也为我祝福 以少就放声而哭 我相信他后悔了 他父亲以少说 地上的肥土 必为你所住 天上的甘露 必为你所得 你必依靠刀剑度日 又必侍奉你的兄弟 到你强盛的时候 必从你的井上 睁开他的恶 这个以少的后代 现在是住在约旦 这一个国家 那我们就知道 雅各的后代 就住在以色列 所以在现在呢 我们都可以 还是看到 他们兄弟呢 是像邻居一般的居住 我觉得很有趣的 因为那个以撒呢 在祝福以少的时候 没有讲到酒 但是他有一个同样的祝福 就是天上的甘露 跟地上的肥土 因为这是他们需要的嘛 他们生活需要的 但是还是有限 因为以撒已经把最好的祝福 给了雅各 因为他把它当成是长子 下一页 我们就可以来看到 信心呢 可以给我下一页吗 信心 那个 白的字 我帮你们念好 信心使人满足 信心不是贪心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以撒他自己 我们现在在看以撒 他虽然是 我讲一个 他生命的故事 所以来看 我们可以来学一下 他的信心不是一个贪心 我也想跟弟兄姐妹们讲 有时候我们的贪心呢 我们有时候是贪心的囚 但是那个就不是信心的 然后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 以撒因他的妻子不生育 就为他祈求耶和华 耶和华应允了他的祈求 他的妻子力百家就怀了孕 在《创世纪》25章21节 因为我们都知道 亚伯拉罕是被祝福 他的孙子有非常地多 然后呢 他也将来会是大国的 可是当他的第一个孩子 其实也不是第一个 他还有以什玛利 就这个神应许的孩子 以撒出生的时候 他的太太却不能结婚 不能生育 那他不能生育的话 我觉得以撒是凭着信心求的 因为我相信他不是求说 因为我有孩子 是因为我想要 而是他应该也明白 这是神给他们家族的一个应许 所以他凭着这个应许呢 他就勇敢地求 所以信心呢 是会使人满足的 信心它不是一个贪心的 一个表现 好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讲 我们就要继续讲到了 下一个故事 那我们就会讲到 雅各给约瑟的祝福 那雅各给约瑟的祝福 哦 很好 那我们在希伯来书 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讲到雅各因这信 临死的时候 给约瑟的两个儿子 各自祝福 扶着帐头敬拜神 这个帐头呢 有神的祝福 有神的这个权柄 可以祝福下一代的这个象征 那再来 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个爸爸呢 给他的遗言 雅各给约瑟的祝福 在创世纪48章15到16节 应该是下一页 15到16节 47章29到31节 这是讲到爸爸的遗言 当以色列的死期进了呢 他就教他的儿子 约瑟来说 好的 我若在你面前蒙恩 请你把你的手放在我大腿底下 用慈爱和诚实带我 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 我与我祖父 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 你要将我带出埃及 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 约瑟说 我必遵照的你的命而行 雅各说 你要向我起事 约瑟就向他起了事 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 我们待会会讲到 雅各他 因为在这边呢 他已经就是 有以色列的名字 我们等一下会讲讲 他这个名字改变的由来 所以这个是当 雅各他自己老了 他受过他爸爸的祝福 你要有天上的露水 要有地上有好的地 要可以祝福你 那他自己呢 在祝福他的孩子的时候 就会在下一页 讲到神的应许 这个我刚刚有跟大家解释过 就是雅各他遇到神 他其实在圣经里面 他跟神面对面了两次 这个是第一次 神给他的祝福 再下一个 所以当雅各祝福约瑟的时候 他是在48章15到16节 他给约瑟祝福说 愿我主亚伯拉罕 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 就是一生牧养我 直到今日的神 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死者 赐福这两个童子 愿他的名在我的名下 和我的主亚伯拉罕 我的父以撒的名下 又愿他们在世界中 生养众多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父一代一代的祝福 他们都会提到 这个生养众多 基本上都离不开 亚伯拉罕最早 从神那边领受的应许 再来下一页 所以这个是从神来的应许 他有从爸爸来的遗言 有从神来的应许 但是我们来看看 现代以色列 我觉得其实很有趣 去年呢 以色列跟哈马斯战争的时候 是十月七号 那时候我刚好也是讲了一篇道 所以我因为讲到 我们要祝福以色列 结果他们就战争了 然后今年呢 我再继续要讲到雅各的时候 又再战一次 今年就是十月一号 就是其实前几天嘛 有这个 伊朗的攻击 伊朗的这个 报复的炸弹 有180到20枚这样 但是感谢主的就是说 他们有90%被拦截 不过我今天不是要来分析战事 但是我要分析的就是说 如果你相信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说 凡祝福你的 我会祝福 凡诅诅你的 我必诅诅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在这个中东啊 乱世不断 从以前到现在都还在乱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件事就是 诅服以色列的 必蒙诅服 诅诅以色列的 必蒙诅诅 那我们也是 在这个期间呢 因为我知道战争 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呢 这也不是 这是你按着你自己心里面的良知 要来为这个世界的和平来祷告的 这也是一个基督徒 我们应该在这件 在这个世界动荡的时候 更去明白 神对这个世界的心意 然后我们也为 这些受苦受难的国家去代求 再来 下一言 对 我们就谈到 从这个雅各的信心呢 我们可以看到 信心是相信神的应许 信心不是实现私人的愿望 OK 在这边 因为刚刚有讲到雅各嘛 雅各他的名字虽然是抓住 但是以色列呢 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 当神有了另一个经历 他遇到以色列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上面的经文啊 OK 我看一下 对意思 还没到这边 但是呢 这个是在创世纪的32章 在28节 24到32节 整个故事就是说 当雅各呢 他已经 他逃离了他的哥哥嘛 但是呢 等他开始有了他的太太 有了12个小孩 他想要回到他的本族本家的时候 回去的路上呢 他也会害怕 会不会哥哥报复他 但是他就在回去的路上 又再一次遇到 耶和华的使者 OK 他遇到了使者 在28节 那人说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 与人 较力都得了胜 所以以色列呢 有一个与人较力的意思 OK 因为他 然后在这边 因为那个使者说 以色列就雅各 他与人 与神 较力 都赢了 都得胜了 因为那个时候呢 其实最早的时候 刚刚我们在讲 创世纪的那个故事 你知道 其实是神主动 先给了雅各 这个应许 给了他祝福 对吗 但是当雅各 当时那还不是以色列 他再遇到神的使者 一次的时候 他就抓住他 说 你不给我祝福 我不让你走 所以呢 那个使者 也就是 他就是 帮他改了名字 叫做以色列 然后 他 也就是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了 他的确是一个 较劲的民族 那我们呢 可以在这个世界的纷争上 去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不是 我觉得如果我们看人 看国家的话 就会让我们心里面呢 就会有一种仇恨 但是我觉得我们真正仇恨的 不应该是世界上的人 或是某一个国家 而是人里面的罪性 是人里面的那个罪性 导致了现在的世界 有纷争 当然也会 这些纷争也是会在家里的 那我们从 雅各的这个 信心里面就看到了 雅各他所抓的 所要的 是因为他相信这个应许 他不是单单只是为了实现 他自己私人的愿望 去抓住 这个是我的领受 因为当我领受再多的时候 因为之前我也会觉得说 哇雅各真的是很厉害 他就是什么都能要 明明就是小儿子 能够拿到长子的名分 明明就是个人 你还可以抓住天使 说你不给我祝福 我不让你走 我想说这个人 怎么这么厉害 但是实际上就是 他其实是相信应许的 他知道这个应许要成就 他去把握 在我们生命当中 好像包括 我们在发展国语堂的时候 其实最近我就跟弟兄姐妹 有在聊天 我们这样一路一路 发展下来 我们真的越来越大 然后越来越增长 但是这个增长呢 不是为了个人的国度 也不是所谓的 谁的荣耀 但是就是要看见 就是说 当我们好好的 在为神工作的时候 神就祝福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可以 把神的祝福 再给 扩大给更多的人 所以我们下一个目标 如果我们能够有达到 七十个弟兄姐妹 愿意尾声 在教会的事工里面的时候 我相信 会典的国语堂 我们会做出不一样的事工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清楚的 我们要传福音 而在我们当中 我们有许多的小组 我们每一个小组 都为每一个不同年纪的人 带来了一些支持和鼓励 我刚刚提到了 在长辈小组 都么快乐 我最早上喜欢 跟他们一起聚餐 就是因为 他们有很好的早餐 我早上没东西吃 还可以跟他们一起吃 然后你可以听到 在不同的智慧里面 在人生不同的阶段 他们怎么样面对 那当然有一些人 你知道我们今天谈到 如果你总是觉得很累 不能够好好休息的话 是缺乏了什么呢 然后呢 有一个很有趣的答案就是 我都觉得很累 因为没事做 因为实在是太没有事情做了 也导致很累 就有事做 也累 对吗 可是你不要小看 可能你年纪到一个程度 没事做 会让你更累 但是这些如果 我们没说出来的话 你根本没有人能听得到 但是一旦说出来了 大家彼此分享 在这个爱的团契当中 我们又可以得到 彼此的鼓励 这也是为什么 回到教会里面 那我相信 我相信不单单 只是在我们的长辈小组 在我们的家庭小组更是 家庭里面的事 你说每天都有新鲜事 今天哥哥跟弟弟吵架 明天爸爸跟妈妈吵架的 如果你没有一些这些朋友 这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 跟你一起走过的话 其实有时候 是很难走过一些 家里里面的一些纷争 一些难题的 再来我们继续看 这我们就要看到 雅各的下一代 雅各有很多的孩子 然后呢 他的孩子约瑟 好 我们看一下约瑟 对 这边就想到了 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 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 并为自己的骇骨留下一命 刚刚我们有提到 那个雅各他祝福的是 约瑟的两个孩子 因为那时候他的孩子还在嘛 所以他祝福的是他孩子 并不是直接祝福了约瑟 但是在《创世纪》呢 的确在四十八章这边 四十九章这边 雅各其实每一个孩子 十二个孩子 他都一步一步的祝福 那他没有 约瑟不是他最大的孩子 约瑟是他排名第十一的孩子 他最大的孩子呢 是刘便 刘便呢 为什么会失去了 他这个长子的祝福呢 在四十九章的第二节就有提到 第三节就有提到 他说刘便啊 你是我的长子 是我的力量 强壮的时候生的 本当大有尊荣 权力操纵 但是你放纵情欲 废滚如水 必不得居守卫 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 误会了我的他 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名分呢 长子的名分失去 不是说单单只是 神喜欢那个不喜欢那个 其实都还是有一些原因的 因为这些长子没有做到 他们应当要做的事 我们都给了 神都给我们一个尊贵的位分 但是我们有没有 好好的去遵守着神 给我们的位分 好好的去行事为人呢 来得到他的奖赏呢 这个是我们可以 的确是可以想一想的 所以到了约瑟 约瑟就只有遗言了 因为他不需要再给他的孩子祝福了 因为他的爸爸已经给了 他的孩子祝福 所以在《创世纪》的五十章 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这边 他的遗言是 约瑟对着他的弟兄说 我要死了 但神必定看顾你们 领你们从这地上去 到他起事所应许 给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之地 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 起事说 神必定看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骇骨 从这里搬上去 约瑟死了 正值一百一十岁 人用香料把他熏了 把他收敛在棺材里 停在埃及 这是一个多大的信心 因为他们都知道 他们要回到 神应许他们的地 不在埃及 但是有一个过程当中 他们所有整出的 以色列人都寄居在埃及 所以他们要回到家里去了 约瑟能够有这样的遗言 也是他对这个应许的信心 让我们再看下一页 所以我们看看 他们真的在 约书亚纪二十四章 三十二写也是记载到 以色列的后裔 真的就把约瑟 当他们离开 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也带着他们的骇骨 他们祖先的骇骨 那就回到了他们的本家 以色列人从埃及 所带来约瑟的骇骨 藏埋在事件 就是雅各从前用一百块银子 像事件的父亲 哈摩的子孙 所买的那块地理 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 这后面我附上了一个 这个真实的照片 这个就是约瑟他们一家 雅各他们的一个家族的目的 是应该就是最大的目的了 以色列人历史上最大的目的 好 再来我们看 信心呢 使人遇见未来 信心不是逃避过去 约瑟有一个特别的故事 因为我们在讲台上有讲过 你知道约瑟他是身为 十二个孩子当中的一个孩子 可是他是却被他 他的兄弟想要杀他 最后没杀成卖了他 然后最后他们又相聚在以色列 相聚在埃及 又为的就是说 神要保全这个以色列的诊主 但是爸爸过世的时候 他们的哥哥就会开始害怕 因为约瑟的哥哥呢 这个就是在创世纪五十章十九节这边 他说约瑟的哥哥见父亲死了 就说或者约瑟会怀恨我们 知道我们从前在带他一切的恶 足足的报复我们 所以他的兄弟是正在害怕 爸爸走了 弟弟会不会报复我们 他现在有权有势 又有能力这样子 但是十六节他就讲到 他们打发人去见约瑟 把爸爸的牌搬出来用说 你父亲为死已先 吩咐说 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讲 从前你哥哥们 恶待你们求你 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 如今求你饶恕 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 他们对约瑟说这话 约瑟就哭了 那十八节 他的哥哥们又来 伏伏在他面前说 我们是你的仆人 本来是弟兄 但如今他们都愿意成为仆人 约瑟对他们说 十九节 不要害怕 我岂能替代神呢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二十一节 现在你们不要害怕 我必养活你们 和你们的妇人孩子 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 安慰他们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约瑟的信心呢 他看到的是未来 如果他要纠结着过去 OK 因为你知道我们都喜欢 那个 这个 以牙欢牙 以言还言 虽然圣经讲说 不要这么做 但是实际上是啊 你是不是会对你们 喜欢的人好一点 对讨厌你们的人 最好就是 赞也不要联络 对吗 而且不只是朋友 可能亲戚更是这样 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 在亲戚之间都容易 彼此伤害 导致最后 我们都不太敢 跟亲戚见命 因为怕有一些 情感上的勒索 情感上的束缚 但是在这里 你看约瑟表现的是什么 他的信心呢 让他看见的是将来 神已经给 以色列整族的应许 所以他为了要保全这个族 他不只是自己 成了那个器皿 他到埃及 这么辛苦的工作 最后他照养 他的全家 他知道他的使命 因为他看见的是未来的应许 如果他还停留在 还纠结在过去 哥哥怎么对我 我觉得爸爸走 那就差不多了 对不对 爸爸走差不多 约瑟也可以跟他的兄弟姐妹 兄弟们说再见了 你们自己养自己 对吗 但是约瑟没有这么做 因为他完全的明白 完全明白 这个是神放他在这个位置上 神给他有这么多的钱 就是要用 这也是我们一个长辈说的 钱就是要拿来用的 存着呢 你就也用不到 对吧 就成了遗产了嘛 对不对 OK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在这个 这个约瑟他的这个信心里面呢 他真的是完全都是以 看着神的 他说他自己知道他不是神 他不能替代 而且他知道他虽然被害 但是在神眼里看是好的 这个是我们人看不明白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信心来的 信心就是你看到 你还没有经历的东西 但是是以后要发生 你就握着这个应许 就坚持到底 好 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我们在 对 信心呢 使人满足 信心不是贪心 这个就是刚刚 就是一个总结 我们从以色萨的身上看到 我觉得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家里 也是好的 他第三点没有打出来 第三点是信心使人 遇见未来 信心不是逃避过去 我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 我自己的见证 在我的家里呢 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基督徒 但是呢 我的爸爸是第一个 在我们的家族里面用基督教仪式 办追思礼拜的 我就有机会用着 爸爸是我们家最晚一个信主 但是他最早回天家 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福气来的 最晚信主 但是呢 可以最早回天家 那在他的追思礼拜上 你们也都听我分享过 我分享爸爸怎么信主的 这是一个见证来的 因为他是我们 他是他兄弟姐妹的长子 那当然我还有许多的姑姑 我妈妈那边还有许多的阿姨 都还没有信主 那我这一场 你们都知道 我有机会回台湾过我的安喜悦 我就很想跟他们传福音 可是有时候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呢 他们是长辈 你要跟他讲福音呢 他也没来问你 你要说好难开口 然后又会怕 这样很突然传福音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亲戚关系 这样子 所以都在一直祷告等待 然后最近呢 我也跟妈妈有些对话 因为妈妈在面临aging嘛 她的年纪开始老化 行动不方便 记忆力不好 我就以前以为 面对这个人的老化呢 是只有自己会辛苦 因为我会害怕嘛 我自己在想说 我老的时候 我要怎么办 万一我有痴呆 万一我的行动不方便 我要怎么去面对 我会想这么多 但是等我跟我妈妈一起在走这个老化过程之后 我发现 原来面对老化辛苦的并不一定是本人 很可能是他身边的人 你知道吗 好像我作为我妈妈的女儿 我就比他担心的还要多 他看得比我还开 我都很担心他 住四楼会不会跌倒啊 然后呢 你的记忆力慢慢老化了 有些事情是不是要先交代啊 你知道我就变得比他担心的多 甚至交代到我就跟我妈讨论 妈 你的追思礼拜 你想要怎么办呢 你要不要先告诉我 不然我怕你走了之后 没有人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怎么帮你办这样子 我们当然就有一个 就是我有给他一些建议 因为我会建议他说 你要不要先把你最爱的诗歌选好 这样 然后甚至我会帮你安排 然后呢 我就问他 我真的有一个感动 因为我真的很难开口 跟我的阿姨们 长辈们传福音 所以我就说 妈你愿不愿意用你的追思礼拜 让我传福音呢 我妈竟然回了我一句 好 试试看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代 接着一代的信心 它不只是亚伯拉罕 传到以撒 传到雅各 传到约瑟的信心 它也可以是我们 因为我们在亚伯拉罕的家里 都是因着信 成为了神家里的一份子 我们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 所以同样 亚伯拉罕的应许 我们也是可以掌握得住的 我自己个人呢 掌握住的应许 就是在使徒行传 十六章三十一节 你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必得救 我从信主的那一天 就握着这个应许 一直到今天 我都还没有放弃 虽然我的家族里面 还有许多人没有信主 但是我相信 神都可以借由着 可能是婚礼 可能追思礼拜 可能是一个病痛 可能是一个失去孩子的过程 我们都有机会 跟我们的身边的 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们分享 其实我们可以有盼望 我们对永生 我们对临终 不用那么害怕 我们在临终 不一定要说一些 很伤人 很伤感 请给我下一页 很伤心 很难过的遗言 我们在临终的时候 还有下一页 我们也可以说出一些 祝福的话 好像亚伯拉罕 祝福着他的孩子以撒 以撒祝福着雅各 雅各祝福着约瑟 我们临终 可以给出祝福的 因为当生命结束的那一刻 并不真的是结束 那是我们另一个 新的生命开始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 把这个应许 传给我们的孩子 所以信心 使我们心满意足 敷衍子孙 若我们把眼睛 定睛在 在永生的盼望 你就知道 你走的那一刻 你不会那么害怕 因为你会满足 但是如果 当我们的眼光 是定睛在 我们的孩子 要过得更好 他的钱够不够用 我还没有什么事 没有做的 那我想我们走的那一刻 应该是心依然不平安的 因为人里面的欲望 是无穷无尽的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从亚伯拉罕的家 一代接着一代的信心当中 看见了你的应许 是我们所要掌握的 一旦我们掌握了 这个正确的应许 其他事都不用担心 因为神你必 丰丰富富的供应 就像我们看到 今天的以色列一样 我们期待的 在这个信心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们继续经历 神你的神迹奇事 我们感谢你 也求主你祝福我们 让我们不单单只是 把信心放在我们的心里 还要放在我们身边 还没信主的家人身上 放在我们孩子 我们孩子的孩子身上 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 Amen